大家好,我是高登仔 今次ViuTV真的有共冠災難 因為眾所周知,MIRROR也有一個IG 但是近來Chora出道,完全令MIRROR壓下去 令MIRROR的粉絲很不滿 花姐也逼出來澄清和補獲 姜濤的粉絲也很生氣 在開始之前,我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留言,點擊和讚好 每一條影片都幫我點點擊 提一提,去我的後備頻道 GOLDEN BOYS LIVE 繼續訂閱我的頻道,就很開心 今次的事件是公關災難 很明顯 話說這件事是由ViuTV、Chora出道 女子女團出道 她的聲勢是很浩大的 不論所有網絡媒體、報章雜誌等等 也有報導 網上也說,這根本是內鬥 ViuTV 就是MIRROR鬥Chora 那ERROR去了哪裡呢? 不知道 也這樣說 姜濤也有微言 即是姜濤也會被比下去 在宣傳那裏 當然最近姜濤的新聞不斷 花姐也有關的消息 我稍後會繼續跟大家跟進再說 MIRROR的粉絲說 現在所有焦點都落在女團身上 直至花姐對MIRROR管理不善疏於宣傳 誰知道事件就再度惡化 正如王子華說的 沒有公關就吃什麼 MIRROR公開在IG和MIRROR的編輯對話 指證MIRROR的編輯出現 甚串無禮 花姐也立即出來補獲回應 在IG的動態上 代編輯道歉 希望平息頸粉的怒火 話說Chora出道時 就沒辦法 一生不能創二苦 所以MIRROR好像最近的宣傳比下去 所以頸粉立即在IG上 表示不滿 直至MIRROR的編輯 在宣傳方面不夠樂力 經花姐調解後 編輯略有改善 無論是時態動態 都比之前積極 但這件事還未斷 大件事發生 話說剛剛姜濤等人出席劇集 《貴前賽》 記者會 MIRROR的IG編輯 立即在IG上發文 一則叫大家看Facebook Live 另一則說 《貴前賽》的訪問 大家留意報道 這兩個限時 成為頸粉再次公審 編輯的導火線 原來 尋向ViuTV表示不滿的IG 編輯的帳號發表 原來是好愛 原來做人真的不可以沒有PR 圍題出席 公開 跟MIRROR的IG編輯對話 鏡粉對於這個編輯 叫自己看Facebook Live 表示不滿 覺得這個編輯的表達方式 很有問題 編輯的回憶也很囂張 對於鏡粉的提問 和之前IG編輯 是Summer Intern 提議編輯去參考去年的動態 如何吸引更多的追蹤 誰知這個編輯回應 鏡粉的IG 建議如果喜歡看舊的資訊 記得記錄下它 隨時回味 然後也繼續均勢 記者會的作用是對外發表資訊 如果你在這個頁面看到有資訊 我可以和公司反映一下 MIRROR不用出席活動 只是在IG發佈 應該是合理的心意吧 這就是MIRROR IG編輯所說的 對話就比公開 鏡粉一致認為 這個編輯的態度非常惡劣 的確是很惡劣的 老實說 IG還IG 電視公佈還電視公佈 記者會還記者會 報章雜誌還報章雜誌 Youtube還Youtube 那當然要全部發放資訊 等於如果我做一段影片 原來開一段影片就說 各位高登仔的粉絲 你好 今天我要講這個 花姐公關災難 大家去花姐的ViuTV看 拜拜 那就不行了 這些就是同一個態度 說真的我要資訊 我當然要去你的IG看 你要我去你的IG看 你叫我看Facebook 叫我留意新聞記者會 那我不用去你的IG看資訊 就是因為 為什麼現在這麼多媒體 就是讓大家 有不同的渠道 都得到資訊 不是所有的聯絡媒體 就叫你去我的媒體看 就是不知所謂 身為MIRROR的經理 花姐見群情洶湧 立即撲出來救火 亦都在IG那裏 代為道歉 花姐就這樣說 編輯其實很想做得更好 以後會注意多些表達方式 雖然是這樣 她的回應都不是太恰當 編輯的錯 都是我的責任 我代編輯和大家道歉 我們會再做好一些歌和IG 令大家更了解MIRROR 其實花姐照顧MIRROR和EUROR 已經很忙 她一直都很重視大家的粉絲 這位編輯這樣倒 不知她能否留下被人解僱 另外花姐也是為Gerr和護航 好像之前那段影片說 因為她現在的新住所 在沙基灣那裏公開了 被人跟蹤被人騷擾 所以花姐就希望 藉著這個IG 和大家的粉絲 或者所有人說 給姜濤不要再騷擾 這就是另外一個提話 我怎樣看呢 高登仔 其實這件事 應該更是後續 因為我覺得 ViuTV的公關 在大圍上是做得好的 但在這些細節位 不知道是否不夠人手 請這些專才 因為老實說 我知道有很多公司 會請一班team 專門管理IG Youtube Facebook 甚至是Twitter 那些 那些 他們會專業怎樣出post 怎樣引起followers 甚至有更好的公關媒體 會幫名聲 IG 一個人管 Facebook 一個人管 Youtube 一個人管 Twitter 有不同的區別 因為 玩IG 和Facebook 和Youtube 是不同的事情 要發放資訊 和渠道 和方式技巧 也相對不同的 當然 你說ViuTV 這麼大的公司 我又覺得很不明白 為何請一個比較專業 不用每個頻道請一個 請一個 請一個 應徵到一個 可以管理所有的網絡媒體 同一時間發佈消息 和打電話 我知道 所以 一定要獨立 找一個人去處理 例如 MuROR 自己 找姜濤為例 他自己的IG 都出得很密 我相信是姜濤自己出的 未必應該 如果我看現在這樣的細 他連MuROR 官方的IG 管理都這樣 我相信 所有MuROR 自己成員的 獨立IG 是他們自己管 應該都不關於ViuTV的事 所以這件事 正正可以反映出 ViuTV 對於網絡媒體的管理 有點不善 和真的要改善一下 因為現在這個世代 已經是 全部是網絡媒體化 不是說 開記者會做得好就行 你要在不同的電子媒體上 都發放到訊息 讓粉絲 大家知道 這樣才可以 繼續令MuROR 或者自己的MuROR 或者女團 可以在曝光錄上做得到 因為老實說 現在相對人 都多了很多 看網絡媒體 如果這件事 搞不好 即是我希望這件事 吸引的教訓 如果它搞不好 我想以後 公關災難會陸續有來 所以我也奉獻花姐一句 你要正正式式組隊 去負責管理網絡回體 所以 你不要盼望 找一些 兼任去處理 我相信 可能有機會是兼任 可能這個人 就是負責ViuTV 裡面一些 另外一些行政 但可能兼任管理 還有YouTube IG等等 這些要小心處理 因為 其實玩這些 真的要一些 比較專業 和懂得玩的人士 去處理才行 所以 希望花姐 經歷過這次這件事之後 就 認識到網絡媒體的威力 以及 大家粉絲很多時候 都在網絡媒體 都很積極地去看 資訊和背影 所以在這方面 的發放招式 是需要做得更加好 好 我GOLDEN仔 今天就分析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 支持我的主頻道 以及發放我們 多些資訊 給其他新的人 去看 亦到後備頻道 GOLDEN BOYS LIVE 那裏 支持我的頻道 和點擊讚好 我希望 在日後 繼續 得到大家的支持 發放多些 正能量 和YouTube 的資訊 好 多謝各位